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行法律规定驾驶捡蓝茶只罚3000元到6000元罚缓 让不少驾驶人选择挺额走险拒检逃逸 逃逸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肇事治人死伤的话 是不是要到吊销驾照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都建议立法委员能够把这个部分考量进去 远景透露出无奈因为光是105年拒检逃逸就高达9544件 去年也有8134件 8号下午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修正案 未来驾驶人拒检逃逸 罚缓金额将提高成1万元到3万元 出犯吊扣驾照半年 5年内累犯直接罚3万吊扣驾照一年 人民保姆执法站在最前线 性命往往在一线之间 执判修罚后可以有效遏止驾驶人拒检 保障人民和远景安全 三立新闻林宏宇 沈子洋 台北报道